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生态的 是品味的 同时如果买对了好的普洱茶存放的酒 在好的环境保存下 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收藏品 所以我们从二十几年前开始买普洱茶 是为了兴趣跟嗜好 没想到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 因为中国这十年来 十多年来 在整个创富的过程当中 最后是回归到了中国人富尔浩里的文化资产 所以普洱茶一个可以存放百年的文化资产 当然它的价值就跟着连成了 可是没有新茶何来老茶 所以在我们现阶段 我们就比较不倾向于说去追捧老茶 古董茶 因为期货可据也很少了 追捧老茶大家没得收藏了 没得收藏了 买不到 所以有没有机会我们从现在开始 针对现在的当代普洱 开始入门 开始喝健康的好的普洱茶 最后收藏随着时间的久远 喝掉的多 好的茶的价值会越来越上去 所以投资眼光很重要嘛 因为新茶这么多 你如果看对了标的 就像投资这个艺术品以外 有一些新锐的作家 你选中了标的 他增值得快 你选错了 他增值得慢 也跟房地产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要跟专家学趋势 然后学他的美感 是 所以相对就是说 我们从2008年开始 我们看到了普洱茶的这个整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跟方向 也开始了我们茶山行 所以在我们往茶山跑的过程当中 也就了解到不管是老茶或者是明山寨子茶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厂的代表作 现在整个普洱茶的市场结构已经顶足而三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对的一个标的 来自己喝出健康 玩出品味 最后呢这个收藏文化能够创富 所以这些的方向我们希望能够梳理一下 所谓三足鼎立是什么呢 好 我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对普洱茶的现在的整个市场来看 现在整个普洱茶的结构 我们看到有三个重要的构面 一个呢是过去的这个老茶的时代 古董普洱 古董普洱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过去这十年来 这时间上头已经开始定位 它叫做明山寨子茶 它可能是小作坊 但是呢它是冰岛这个茶区的 那这个是新茶吗 老班章的茶区的 这是新茶 这已经开始进到了新茶的领域 但是这些新茶的领域呢 因为它的来源出处 是不是能够有保障 这些也是很大的一个争议性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三个 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十大名厂 二十大名厂有认证HA CCP 或者是QS 或者说是有机茶园 未来的标准化的一个新的趋势下 我们看到当代普洱 会成为新的一个结构的主角 也就是当代普洱会因为有大厂 它们的标准化 再加上它们的代表作 最后来源出处 包括所有的履历 也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的三大 基本功之一的来源的溯源的履历 能够得到安心保障的茶 所以这个三足鼎立 这个三角形 金字塔的顶端是老茶 你说这个是属于浩字极印字极 浩的话就是你这个龙马同庆 龙马同庆是超过百年以上的 那印字极什么宋印宋聘这些 这些都是宋聘的话是浩字极 那这个红印 绿印 蓝印 黄印 这些大概是从50年代 70年代 一路发展到1999将近公元2000年 好 所以金字塔顶端最上面是老茶 印字极号字极 那什么样的茶可以被定义成古董茶 它要有几年以上的历史 好 这个事问得非常好 在中国 大陆 它们基本上是10年以上就叫做老茶 你的金字塔顶端10年以上 这是目前中国大陆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说 也许它应该在70年代以前 可以定义成比较老的老茶 那就至少30年是不是 至少30年 对 这叫老茶 那现在如果10年以上 到底有没有价钱 比方说现在在拍卖市场上 听说这个葡萄茶价钱 大家也知道前几年的新闻 越潮越高 简直是一个疯狂的趋势 那所谓现在在拍卖市场上 能有价钱 能够被炒作的 应该都是你所谓这个金字塔 删除鼎令 你画了一个金字塔 应该都是顶端的这些 耗自己 印自己的吧 是 对不对 这个市场现在目前 出现了一个两极化 一个是有价值型的老葡萄茶 被追捧 一个是现在新的很多 在市场上流通的大货 因为供给量过大 尤其是到今年六七月的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 也提出了一个警讯 认为普洱茶是不是炒过头了 所以在整个普洱茶的 刺激市场的交易跟流通 尤其是在投机跟炒作的风潮下 现在慢慢要回归理性了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了 一个很好的梳理 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换写 跟2007年的普洱茶的崩盘 虽然今年的情况也会有 所谓的崩盘 但是今年的崩盘 梳理出来的理性的结构 和2007整个结构会不一样 你说崩盘但是根本没有崩 你说这个你的罗马同庆 前几年听说是卖1000万 那时候大家已经很惊人 现在变2500万 这何来崩盘呢 所以我说这是比较两千 那什么会崩盘 你选错东西它就会崩盘 是的 所以你今天它顶端呢 顶的是这个耗自硬自给 另外下面两个你说 一边是明山大寨的这个小座方的 另外一个是当代普洱的十大品牌 它分别这是两个支撑 两个都有它的价值 就看你如何选择 没错 好 我们先看这个当代普洱的十大品牌代表座 你所列出来的十大品牌 可不可以稍微快点 跟我们快速扫描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讲就是说 对于这个普洱茶的整个标准化 跟现代化 这个十大品牌它自然而然 会成为20年30年50年之后的 一些这个老茶 那在这个老茶成为这个 大家追捧之前 在现在成为新茶的时候 我们讲是十年以内的新茶 它一样会受到追捧 所以在这个整个结构上头 这一块的投资是尤其要特别小心 哪些厂牌呢 有大义茶 老同志 是 下官驼茶 还有一个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牌子 中 中茶牌 中茶牌 是 还有凤牌红茶 是 凤牌红茶 龙润 七彩云南 七彩云南 猛窟荣市 那这些都是 还有龙生茶叶 还有一家是什么 黎明啊 对 黎明农工 就是这些是现阶段我们看到 在普洱茶的产业上头 的几个领导的品牌 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品牌 也会进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云南白药 也在今年想要进来 甚至于我们听说 进来哪里 连普洱茶这个产业 它也要来做普洱茶了 云南白药这个厂牌 也要做普洱茶 为什么呢 因为普洱茶是福出健康的 是吗 云南白药 不是 它是云南白药这个品牌 它已经有了一个红瑞兰 做红茶 颠红 现在想要做传统的普洱茶 同样呢 我们也听到联想集团 也想进到普洱茶这个领域 联想是做什么的 是做IT的产业 是 它也要来搞普洱茶 对 为什么呢 文创还真是一门好生意 是 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发觉到 这个普洱茶这个产业 它已经开始有庄园级别 庄园喔 普洱茶还有庄园 我们只听过欧洲的红酒有庄园 是 所以将来普洱茶的庄园 是不是中国的庄园的代表性 所以将来西方在看东方的文化 或者说东方的饮茶文化的时候 和过去不一样的是 要把茶卖出去 听说这个喝一口红标送品 要11万了 这些顶级长家 是不是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那么刚才说 你的茶会炒到2500万 其实我相信应该是大陆香港那边的收藏家 在竞价嘛 竞商想要请你割爱 所以这个 可是也就是因为大陆这些富豪 炒得太夸张了 现在大陆就是什么红以后就要进 不管是什么相亲的节目 或是什么歌唱选秀节目 只要一红起来它就要进 所以这个水能载舟易能覆舟 红起来你能够涨到2500万 是靠这些大陆的富豪的加持 可是真的涨得过头了现在 但打压我觉得这个好东西是不怕的 所以大家要谨慎的选择嘛 所以你说这个当代普洱的十大品牌 这只要是这十大牌都可以买吗 另外的小作坊是不是就更难选择了 对 所以选择小作坊的功力 或者说它的基本功要更扎实 那同样这个小作坊在普洱茶将来的历史上头 有没有它的位置 就会决定它的收藏价值 或者它只是好喝的瓶饮 好喝的瓶饮不等于它的收藏价值 所以它能够在普洱茶的历史上头 留下它自己的价值 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庄园级别的茶园 或者说它的一个好的制茶的制茶师 还有它是不是符合KVS 符合HACCP 这样的一个严苛的检验的标准制作出来的 法国有五大酒庄 所以普洱茶是不是也有所谓的几大酒庄 我们就只要认酒庄的品牌就可以了 目前现在还在梳理当中 还没有 对 还没有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能够很快产生 其实云南在2013年 已经把生态庄园选出了十个茶器 您所指的普洱茶庄园都是在云南 因为普洱茶的原产地规范 出了云南就不能叫普洱茶 就像香槟酒 出了香槟产区就叫Sparkling 叫做气泡酒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画面 我好像看到几个还蛮熟悉的对象 以前好像有什么 我们的前财政部长也在 好像你们有一个团队 因为您自己好像本身以前是报社记者出身 也认识了很多的官员 当然您这几年在收藏普洱茶上 也是非常有成就 所以引起这些媒体的经营者 还有一些官员 甚至有一些创投公司的投资者 都跟随您的脚步 这一对可是身家加起来不知道几百亿 都是响叮当的 在台湾响叮当的人物 他们也到跟随您的脚步去采茶 去探访探秘去挖金矿了是不是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 我们都是一群普洱茶的爱好者 喝普洱茶的茶林都超过十几年了 所以从2008年开始 我们就陆陆续续地寻忧探秘 希望去把普洱茶的神秘之旅 能够找到源头 这样的一个爱好是持续性的 我们这群朋友走进茶山 看到原产地的规范是什么 好的茶区 好的这个古茶园 或者说是现代的新式的茶园 还有就是制茶的工艺 像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个茶科所的所长 再给我们介绍普洱茶的资源谱 哪里茶科所所长 云南 云南 对 农科院茶科所 官方对官方了 动用了官方资源 才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这个资源谱 您看到画面上头的是 一般不对外开放 他把普洱茶的所有的生态 跟200多种的原生种的普洱茶 都种在一个基地里头 所以您现在带这些朋友们去探秘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高规格 但是很私人的行程 是 是的 并没有就是跟旅行社合作 来搞搞一个带茶团 所以这个市场好像没有办法 就是你们可能现在开始很低调 还没有让它扩大 但我相信愿意收集普洱茶 或者是喜欢研究这些学问的人 是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许秘书长也要跟我们透露一下 这个普洱茶投资的三大基本功 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回来 克里斯汀东森亚洲新闻 好 收藏兴趣可以致富就是再好 不过把自己的兴趣跟财富相结合 普洱茶就是一个最好的标题 而且它正在这个叙事待发之中 那么刚才提到普洱茶是三足鼎立的时代来临 那么当然就要认足了三大投资基本功 这个三大基本功 第一个就是生产履历的认证 确认它是我们的梦幻异品之后 要如何收藏 这可不是像钱钞票放在哪一家银行都一样 事实上普洱茶的收藏非常重要 如果你跟这个香水放在一起 或臭皮鞋放在一起 可能这个就是完全失去了价值 那么所以标准仓储是第二步重要的基本功 第三步就是投资收藏了 要怎么样来落实这三大基本功呢 我们就先从生产履历认证来谈起 好 我想跟各位观众简单说明一下 在目前的这个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市场来讲 老茶重来历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一个老茶 就要去说它是真或假 像我是媒体出身的 我们在追本溯源 一条新闻要播出一定要追本溯源 所以买茶也是一样 你怎么把这个茶的来源出处 茶到最最最最的源头 这个时候买老茶你就安心 同样的 那我们买当代普洱茶也是一样 你是不是要买有品牌的 有信用的 那你买品牌有信用的 你是在菜市场里头买 还是在它的专卖店来买 就不一样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表上 有一个表格写FRID 就是无线设评 对 FRID是无线设评 所以等于说 在身体植入一个认证的晶片 就像那个什么猪肉有质眼皮印章 来确认它的出处 还有它的质量 还有它的品项 是达到某种资格的 所以这个FRID是您跟 您跟云南推动促成的一个新认证吗 对 就是我们协会 目前我们这个协会 是一个买茶的消费者团体的协会 所以我们是从消费者买茶的这个角度 希望云南给我们一个有履历认证 来源输出清楚的好的普洱茶 好 这个履历认证的保障是什么样的图表 我们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的是 将来在履历认证的定义上头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很重视 它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 是职尖总局 不只是普洱茶 对 有很多的农产品打到国际市场 它在职尖总局上头 都在申请这个国家地理标志 普洱茶更是其中重要的项目 现在目前有好几个大厂 他们已经开始 从2011年就进入了 把国家地理标志放到了它的普洱茶 这个红色的这个图案 是代表什么东西 那我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部分 是我们看到普洱茶的未来 不是 不是 我刚才说您这个认证 这是什么标志 当中这个红色的这一块 我们要认这个标志吗 表示这才是 对 这一个整个标志 就是云南向中国国家职尖总局 去申请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 这云南的地图吗 这不是 这是中国的地图 但是上面有普洱茶三个字 也就是说 有点模糊 我们看不是很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茶一定要弄出 有这样的标志才能买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政府去认证过的 也不是说 云南政府认证过的 对 当然现在才刚开始启动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红酒的1936年有AOC 那普洱茶从2011年开始 竟然已经有了一个国家级的认证的机制了 那这样的一个标志 在2011年以后开始运用在普洱茶上头 那短中长期 当代普洱网络专拍 这又跟网络有什么关系呢 对 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未来普洱茶有没有一个公开的拍卖的市场 因为有FRID了 所以在网络上就不怕讲 对 也就是说它的来源出处的溯源 进到一个溯源的资料库 而这资料库呢 是来自于政府所授权的协会 来主导这个事情 让它的来源出处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是什么协会 是中华普洱茶交流协会吗 不是 是云南省值监局所属的认证认可协会 值监局啊 云南省 对 它是针对普洱茶这个项目 在做一个第三公正的保障 也就是这个有了一个国家立地标志的产品 你怎么确定它是真的呢 由职间单位来针对生产的茶厂 去做一个第三公正的溯源 所以你的意思是云南的官方机构已经介入了 然后来要整个普洱茶能够证明 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利率 所以刚才看你那个三角形的图表 就是现在是100亿 100亿传统普洱茶市场 可是未来是1000亿的艺术收藏市场 这当中的10倍 对 我们看到的未来的什么样的普洱茶 它会从传统的普洱茶市场 走进艺术收藏的交流的市场 所以这个是大家过去 所没有看到的一个新的区块 普洱茶它当然是喝的 所以在传统市场里头 目前有100个亿人民币的成交 那这样的一个可以喝的普洱茶 它会不会有机会成为一个金字塔的顶端 进到了什么呢 在艺术收藏的市场 一片普洱茶 假使是1万块钱人民币 你要买一张画买不起 可是你买一柄茶 它可能很贵 可是进到了艺术收藏市场里头去 这1万块钱的普洱茶很贵的 它可能会变成416倍 所以最重要是圣选你投资的标的 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喝顺口 对身体健康 可是问题是说 在如果要投资的话 好像现在您所传授给我们 就只有去看这个FRD 在台湾买到FRD的茶吗 不一定非要用FRD来做定义 而是我们是希望说 怎么去在对的通路 在对的 哪些是对的通路呢 我们讲比如说 买一些名牌的茶 就你刚刚说的十大茶厂 只要跟着十大茶厂就没有问题 原则上你要在它的直营相关的店 只能去大陆买了 台湾买不到 现在今年我们两个协会 正在邀请 哪两个协会 中华普洱茶交流协会 跟云南的认证认可协会 就是台湾的中华普洱茶交流协会 跟云南的对接 对 到台湾来做推介 把当代普洱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在台湾能够推广起来 台湾的通路好像就是一些茶店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像这个大义 大义集团 他们在台湾 已经正式成立了台湾的分公司 由他们董事长 吴远之亲自担任台湾 大义的董事长 而且也希望在台湾招募他的专卖店 所以现在普洱茶的通路 其实还没有整合 而且也还没有一个最大尾的出来 现在就是在一个新的动荡 但却是在洗牌的阶段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的动作 在今年 在明年会有个大的换血跟洗牌 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期待 所以为什么要认证呢 相对一定有很多的造假 我们看到很多茶 其实它都黑黑的压成一个茶柄 我们要怎么样防止 是不是现在做假茶也非常容易 能不能告诉我们假茶是怎么制作 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茶的真假 这就出现一个更有趣的议题 因为它原料是真的 一个好的产区 原料是真的 原料是来自于那个原料 可是不是这个知名的茶厂做的 那这会有什么差别 原料不是最重要 只要原料一样就OK 对 可是 不是这样吗 这个是要喝到我们身体头去的 你不是一个有标准化认证过的茶厂 也做了同样的原料的一个茶柄 而且是在仿冒这个名茶 但是它到市场里头 你怎么去分辨呢 所以喝起来一样 但是如果要投资的话就差很多 就是我们昨天正好有一个好朋友 他带了2010年的黄金岁月的生茶 带了这个一桶 而且还有很棒的纸箱子 问我说这个是真的假的 哇 这个伤脑筋 那个时候也还没有FRID 你怎么去 所以我说那我只讲一件事情 你从哪里买的 跟谁买的 对 你跟谁买的 那它的上一首优惠是谁 所以一层一层推回去 如果它的源头是正确的 你相信它的真的可能性就会大 所以我们最忌讳的是先去断真假 而是先问出处来源 所以来源出处弄清楚了 后面你再讲真假的机会就比较好 但这只解决了50% 另外一个就是仓库的保存 普洱茶过去一直被叫做超普得超普得 那一个标准仓的建制跟保存 才是决定它价值的关键 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标准仓啊 我们放在家里 跟书放在一起 正好我们前天 是 我们前天正在讨论 家里面像我们的仓库 用SGS来做认证 每一个月它会来做我们的一个检测 同样每天早上10点钟 每天下午4点钟 对温度湿度做一个调控 看起来好像很辛苦 但我们正在建制一个普洱茶的 新的标准仓 浴茶会吸味道 会吸味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 当代普洱的仓库的概念 我们认为是将来普洱茶 价值的关键要素 就像红酒被认证过的酒窖 一个好的酒窖 它的存放使得它的品质 可以获得保障 它在家里要怎么收藏呢 因为现在一般人家里 也有小小的这个酒 像是放在什么酒柜小小的 比如恒温15度恒酒冰箱 是 那有没有普洱茶这种小冰箱呢 因为有些人的量 可能不是那么多 所以 对 是怎么样 现在也没有卖这种 专门收藏普洱茶的这个 目前没有 但是我们希望家里 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好 铁柜还是木柜还是有什么 普洱茶怕干扰 怕杂味 所以原则上纸箱或者是坛子 这个比较年份老的茶 你可以放在陶罐子 陶罐 没有 对 现在很多人喜欢 喜欢放在陶罐里头 其实也没有对或错的问题 它不要这个吸任何的味道 第二个呢 不要混 不能放冰箱吗 不可以 不行 也买一个冰箱 专门来放普洱茶 普洱茶 普洱茶的这个 它是有生命感 放冰箱它是不会发酵的吗 对 它就会 这不能乱搞 对 就是说基本上 让它要有一个发酵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讲它在 温度在15度到30度之内 相对湿度在可以讲说 从50到75之间 这样的一个环境 有一张画面 就是有关于这个红酒的这个酒窗跟 红酒的酒窖跟普洱的茶仓 是 我们知道有些人买了红酒之后 它不直接放回家 外面有专业的这个酒仓 可以让它寄放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个通路 可以让我们不但跟它买茶 也可以把茶寄放在它那里 所以这个主持人非常的英明 您已经讲到现在我们普洱茶 新的收藏的趋势 但是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什么呢 红酒的标准的酒窖 像香港 香港叫做HKQAA 它已经在红酒酒窖上认证 使得它的收藏价值大增 就是标准仓储也很重要 所以普洱茶也是一样 现代化的新的仓储的标准 用整个数据库去做控管 还有它的温度湿度 它的空气的含氧量 所有的一个监控的系统 来定位普洱茶的保存的环境 好 所以屡一认证要RFID 然后标准仓要SGS 是不是 当然 而且是其中的一个 检验公司而已 然后第三大基本功 就是投资收藏了 这部分怎么定义呢 所以这个我再说明一下 很多人说投资投资投资 结果是拿了一堆钱 或是借了钱来买普洱茶 希望他增值 这个是不对的 借钱 那要马上变现 绝对不可以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喝出健康 喝出健康的茶 不是用借来的钱 而是用自己的闲钱 所以第一个要件 投资一定是用自己的闲钱 第二个是稳定的 不是今天丢进去一个数字 期待它明天 或者说今年明年后年 我就要有很大的收益性 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一个长远的一个投资 在长远的投资上头 喝出的健康 而且有一个好的一个仓库的 储存的条件跟环境 好 现在耗跟硬 这样一饼 你说古董级的普洱茶 一饼大概要多少钱 耗跟硬 我们到底是收茶 通常古董茶 应该还是增值比较快 对不对 新茶增值比较慢 大概多少比例呢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大开的数字 这样子先讲一下就说 第一个我们不鼓励收古董茶 或者说是老茶 不鼓励 因为来源很少 找不到 可能买到假的 对不对 对 我们都不敢随便去帮人家去看 看完了结果怎么办 所以如果不懂人家骗你说 这也是跟许一仙一样的龙马重庆 那不得了 他2500万 我卖你1500就好 这千万不要上当 我正好不在国内 就有几个朋友 花了100多万台币 买了一桌子的铜庆 说是老茶 说 结果呢说 一先你有龙马铜庆 我们也有 后来发现是假的 发觉是最近十年做的铜庆 可是这十年的铜庆 却用很贵的价钱去买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这样有价钱吗 假的有价钱吗 还是有价钱 它的原料还是 那个产局的好原料 但是呢 它是在仿冒百年的老东西 所以它有它的新的位置 那新的位置呢 它为什么去仿老的呢 它应该有它自己的当代的价值 十年内可以增值多少 十年内新茶 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 是用自己 现在在普洱茶的位置跟价值 去定义它的未来三十年 每年代可以增值多少比例 我们希望是看到 是合理结构 应该是在20%到30% 一年可以增值20%喔 新茶 好的茶 好的新茶 那你像古董茶 因为大家在追捧 本节新闻由克利斯丁国际控股 独家赞助 明天经计则 麻烦 感谢观看